寫的东西都是好的 好 那就录影中了 好 那我就回去找个同学告诉我 看不看到我的powerpoint 和告诉我上一堂应该从哪开始 应该听听你们的声音 好 4A 23号 香梓豪可以告诉我看不看到我的powerpoint 看到 好 告诉我上一堂有没有哪里未对答案 还有应该从哪开始 第几版 应该去到第19版 19版 19版B那条对了什么 好像不是 好 那我们由B那条开始 19版B就问 就说 OK 好 下面这一堆的chemical 叫你提供一个 提供一个chemical test OK 可以分到它的 要说到它的observation 这些是很典型的 chemistry的问题 也是很好玩的 好像给两个东西分开哪一个 好 你可以看到 一个就是ammonium chloride 一个就是potassium chloride 很明显 确实 大家都一样 就没得好分 所以唯一要分的 应该就是ammonium 和potassium OK 那么很多同学 第一时间就想 用frame test 可以吗 这样 记住frame test 就不接受 因为frame test 就是不是camgo test frame test frame test 是一个physical test 就是no new substance form 很多时候 用frame 用火去烧它 烧到尽 很多时候都可能 只不过由一种solid state 变成gas state 这样的气体 高温度的一个程度 气体 那么在那个状态下 它就会吸热放光 那吸热放光 最后也是那种东西 所以no new substance form 所以一定要提供一个化学反应 所以呢 这里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化学反应 就是我很喜欢考的 就是那个的 加一个大率的sodium hydroxyl OK 那sodium hydroxyl 你不喜欢可以写formula都可以 好像这样 OK 加sodium hydroxyl OK 那还要加热 那当然要分别地加在两支东西 那有什么特别呢 就是ammonium 呢 当你加alkali 它就会产生一只 碱性气体 alkali gas 那你记得呢 dsc唯一 认识的一只碱性气体 其实就是ammonia 来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 碱性的气体呢 就要用这个方法去测试了 就用一个moist的red limus paper 所有气体的测试呢 都通常呢 十次有十次呢 都是要加 整湿去的了 OK 干真真不行的 因为我们学过有水先有酸性 有水先有碱性 所以有水先可以将这只气体的碱性呢 呈现出来 那它就会变 由red呢 就变成blue了 很多同学答这里都答到的 OK 但很多时候 说到这里 已经好像很丰富 那就完呢 那就没有分的 因为你要做比较 comparison 要比较 comparison 所以呢 要说另外一个呢 就没有东西看 OK 一个有东西看 一个没有东西看 如果不讲 不代表那个 不可以做到red to blue 是吧 所以要这样就可以了 好 另外呢 基本上这样就答到的了 OK 你加些什么chemical 那这里一分 是吧 接着它有什么observation的分别 那就一分 那这里就两分 那就分到了 好 那顺便认为 写equation 那为什么ammonium 是会 产生碱性气体呢 那是醒目的 一定写Ion equation ammonium 是吧 NH4 症 加H2 OH 那H2 就会抢走 ammonium的H症 就会变成水 好 而ammonium 被人抢走 H症之后 静低 就是NX3 OK 那基本上就在 其实基本上就是H症 被人抢来抢去 搬来搬去 那 就把这个14科学的公式 最喜欢考 就容易背到的了 好 好 接着呢 揭去 如果有些东西重复 可不可以告诉我 因为我们online 可能有些东西都要习惯一下 OK 好 这样就20版了 OK 通常example深一点 那 就给你三枕unlabel的reagent 那它们都是white solid 是不是 那一个就是anhydrous 我又给你写下方法 是吧 那 一个是aluminium 是正三 是吧 而修肥就二负 所以这个就是 最简单的交叉枝位 那应该是al2so4 是吧 3 那最开始就是anhydrous 即是里面没有水 根本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个水 是吧 那就是普通 最开始是solid 那我就写solid state 好 第二个anhydrous的sing 收肥了 那就是 sing就是易正 收肥就是易腐 是吧 好 另外一个就是 今次anhydrous hydrated 有水 就是sing 收肥 有多少个水 它没有说 那不如我们写n 那么多个水 那作为一个代号 看到他们的分别 好了 叫你outline how you can carry test 这次他没有说到是什么test 那frame test 也接受了 不过frame test 看来对于三个东西 没有什么特别的color 你认得的了 所以呢 都是 那有什么可以很分辨呢 那有没有留意乞丐地 三个东西都是收肥 那就是 那基本上我们暂时来说 不太懂得去分收肥 不过收肥 大家都一样 没什么好分 那唯一要分的呢 其实就是aluminium 的Iron 升二症 那当它们融下水 那这三个东西应该都融在水 因为我们没有学过呢 这两个东西的收肥呢 是不融在水的 是不是 因为不融在水的那些收肥 我们有背的 包括calcium 就不融在水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latl sulfate 就不融在水 是不是 还有呢 就是latl chloride 都不融在水的 暂时来说呢 我们懂得不融在水的呢 就是比较新些 学的就是这三个了 OK 再旧些的呢 就是第三个了 就是第三个了 YPBT 就是sulfate chloride 都不融在水的 还有呢 就是第四个了 就是calcium carbonate 都不融在水的 OK 暂时来说呢 那当然 再学多些呢 现在我们发现 大部分的methyl hydroxide 其实都不融在水的 是不是 我说n那么多 因为可以静一静一静一 还有呢 就是很多时候的methyl oxide 都不融在水的 是不是 那所以呢 其实我们不融在水的 暂时来说 都背了一系列的东西 OK 好 来到这里的话呢 那其实我们怎么去分这两只呢 是不是 那最 那不如分了有水和没有水的升收肥先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首先第一样东西呢 你可以呢 将它们融了下水先 dissolve那些solid in water 那当然呢 那我们通常呢 就用 就是 搭得好些呢 那些不是普通水来的 因为你要分它呢 那些东西一定要干净 你最好写的是 distilled water 或者deionized water 都是比水后水干净 那就专业一点说 不要只说水了 好 接着呢 就加大率的aquis ammonia 那你当然了 可以写formula的就是 就是 NX3 cool aq OK 那加它until in excess 那你发现呢 如果in excess的aluminium 就不会溶回的 但是sing呢 就会溶回了 那就可以分到去 所以 为什么不用sodium hydroxide 呢 sodium hydroxide 两个都用的 sing和aluminium 那这个就是我经常所说的呢 就是用了 是吧 只不过抽个table 其中一个资料用 这个更高难度 你要选对需要的东西 拿出来写得简洁呢 其实考验你可不可以拿出来 很多同学是背了很多东西 入脑 他的问题不是背东西 他的问题是拿东西 是不是好像你现在的桌面 一样 你现在的问题不是书架擠不了书 而是塞了很多书 整个桂桶乱七八糟 你找不找到那样东西出来呢 你现在的脑子里面呢 背了很多cam的笔记 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很敏捷地知道 在这个脑子的哪个位置 拿回那样东西出来 好 我继续写下去了 人家问你cam good test 你就不要那么天生 就说 加什么东西 有什么测试 这样就收工了 这个是包括observation 是不是 要说它有什么不同 要比较 所以你看到 就是white precipitate 全部三个东西 这三个东西 最初都有white precipitate 最初都有PPT 我用个交叉代表不用了 最初它们都是有whitePPT 我打交叉 接着呢 再加excess的话呢 那你就会发现呢 只是升就会融化了 所以only 有比较了 only the precipitate 当然那个就是white precipitate 因为那词在前面看过了 就是这个了 懂得用这些 懂得看这些字眼 所以很多时候cam 用那词的gram 跟你解决逻辑很重要 好 from aluminium 修肥的solution 就不会融化了 in excess 好 但是呢 是不是 这里用过however 已经用过弹力了 所以呢 precipitate from from other的 那两只 升收肥的solution 那就会融化了 所以一个会融 就一个就不会融化了 block 这个就是比较了 ok 那 所以他用呢 acrysimonial 的人 ok 好 另外呢 就是 哦 那其实基本上呢 你就已经分开到 这两大类了 是不是 就是aluminium 和星 这两大类分到 那就是基本上你就搞得到 aluminium 那些东西出来了 好了 现在呢 我们要再进一步去呢 就是把升收肥再去分 哪一个的solid是有水 哪个是没有水 哪一个呢 是hydrated 哪个是anhydrous 那怎么分它呢 那我们很简单呢 就是这个呢 你要这样看一下 你才有 你够胆做的 就是加热 那我们加热的时候呢 没有水那个呢 就没有水出啦 有水那个呢 就因为加热的时候呢 它就会掉水了 那你可以这样写的 如果别人叫你写equation 这个也是法反应来的 那我们说n那么多水嘛 当你加热的时候呢 那它就够温度拆烂那些n那么多的水出来呢 就令到它走鬼了出来 那走出来的时候 开头当然是gas啊 是不是 然后冷却变成liquid 那这个就是液体的水了 ok 那所以呢 所以就两个都加热了 将hydrated 和anhydrous 和hydrated的升收肥呢 就加热了 那当然是分别地加热了 不是混在一起分加热了 接着呢 你怎样测试出来的水呢 你可以用一个blue cobalt chloride paper 那当然呢 最好呢 就强调它是dry的 ok 一个blue的dry cobalt chloride paper 对不对 那如果它是有水出来的那些呢 那就是only the hydrated 有水出来的 就give 水了 那它就会变蓝色了 它就会 不是有蓝 变蓝色 它就会turn蓝色 变成pink 变成粉黄色 ok 要讲到蓝变去 好 还有要讲到only 有only 那就是anhydrous 那个就是does not ok does not turn the blue to pink 是吧 上面讲了一次 下面就不用再讲多一次 那你说does not 就行了 一个就是turns 一个就是does not 那你就很明显分到 或者你用个only 所以你不想用only 就写多一句 所以就是最后一句 ok 这样呢 那这个equation 为什么会变呢 我平时很少写给你看 在这里写给你看 Cobalt-2 chloride inhydrous 的时候 其实它就是粉红色的 sorry 是蓝色的 好了 当你贴了水之后 贴多少个水呢 你不太知道 我这里告诉你 好吗 贴四个水 那它就会变成 Cobalt-2 chloride 就是四个水 那都是solid 那这个就变成粉红色 ok 那这个呢 其实在第三课的时候 测试水的时候 学过的 好吗 那在这里面呢 我第一次告诉你 它是怎么样的 那公开试呢 那公开试呢 未必够胆考的 不过我觉得都值得 认识它 那因为反正都经常用 那这样写它 那不如写完这一条 就是为什么 除了Cobalt-Dry的 Cobalt-2 chloride test paper 会转色 测试水之外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anhydrous copper-2 修肥呢 其实 它不是一样可以测试水的 是不是 其实它和水 以前我们写过的 不知道你能否认得它 我们在第十二课 计这个五个水的五 其实写过这一条公式 那呢 就 原来它是黏五个水的 那这个呢 本来就是白色的 anhydrous copper-2 修肥 但当它黏了五个水 多五个水之后呢 它就变成了蓝色 那我们关掉这一条 和这一条 好吗 给你时间抄下它 那第二天呢 那第二天呢 玩的时候呢 那无端端人家考得很深呢 它未必叫你写 但它given一条式 给你 你看过呢 第一天公开试呢 你的心就定了 那有时都 都都都都不是说 识多一条 识少一条的分别 有时就是 就是 就是 见了就识了 是吧 有时就 有时就 公开试很均真 说不考啊 不给你了 那有时 我觉得都不要纯粹 说公开试考 还是不考 认识还是不认识 认识多一条 不要这么沽寒 有时认识多些呢 你对于整个课程 就会更加 就是有那个信心 好 跟着就practice 其实上次应该叫了你们回家做的 所以呢 好 那这个practice 那我就 我快一点 然后叫同学开咪 答我 那很明显 A 大家都有sodium 那所以呢 就不用测试 大家一样 没有测试 所以 唯一测试 就是carbonate 和nitrate 那nitrate 你是不懂得分的 但是你carbonate 你懂得分的 那你告诉我 用什么去测试carbonate 那你需要写呢 就是 你加什么reagent 进去呢 是吧 第一样 跟着呢 就有什么observation 的difference 是吧 要比较 那你回答到这两点呢 就不用写很长 那就已经拿完份了 好 另外那个呢 就是了 你看到chloride 大家都有chloride 所以不用分 因为大家都有洋油 唯一不同呢 就是calcium 和升 是吧 那可不可以用frame test 看上面 它说用chemical test 所以呢 sorry了 不可以用frame test 因为呢 它不是一个chemical test 是一个physical test 纯粹烧一下它 那样 里面那只东西呢 是烧完之后呢 其实是 它变成了 它变成vapor 然后再凝结 变成solid 然后飘了在你那张实验桌上面 所以那张实验桌很骯髒的 有些东西呢 有些东西呢 很小的微粒 飘到周围 在你那些衣服上面 在你那些衣服上面 有少少 但是很微凉 所以呢 其实都是很骯髒的 就是 其实周围都很多很微粒的东西 你不知道 好 那我告诉你 怎么测试 好 那找同学开麦 告诉我 A 你怎么测试Carbonate 和Nitride 好 4E29号 謝卓恒 4E 謝卓恒 哇 现在我在录影 还是扔上youtube 听到你的名字 再说几次 还没开到麦 謝卓恒 是 告诉我 How to test for carbonate 我不是謝卓恒 你不是吗 謝卓恒做什么 他走了 还是什么 不是 我想答B 在这里 一会儿给你答B 好吗 謝卓恒 How to test for carbonate 给我牵述 第四课学的 第四课我们学了如何测试Carbonate 有没有印象 加什么 就可以知道会出气 其实这一课也有学的 其实这一课也有学的 Carbonate 加什么会出气的呢 十四课刚刚新鲜 有学了前面的其中一个反应就是Carbonate 这一课也会跟谁反应 十四课其实学了很丰富的东西 其实十四课有什么反应呢 说来说 他大部分都是酸的反应呢 就是第二、第三、第四版 是不是 在这三版找答案的 第二、第三、第四版 这份粉红色不敬 二、三、四版 哪一个反应是跟Carbonate 有关呢 告诉我 加什么 第四版 第四版 找到Carbonate的反应 是用长方格挂住的 可以加什么 可以加什么 加什么 加什么 是加Exit 好我们再准一点 因为我们 我们不是刚刚开始学 是不是 加Exit 在实验室可以加什么? 你最熟悉的三个孙 我们在实验室用来用几个孙 不要这么笼统,究竟会加什么孙 扣其一只,你懂得的,老海里懂得 说不出孙是一个问题,怎么都能说到一只孙 对,非常好,照杀这个要 其实你可以用Hydrochloric acid,Sulfuric acid 可不可以告诉我,如果Hydrochloric acid 有什么分别呢? Carbony和Nitra,或者完整些 Sodium carbonate和Sodium nitrate 有什么分别呢? 你讲了那只酵素,答了第一点 加了的是Hydrochloric acid 好,请问Observation有什么分别呢? 我现在问Observation,你看到什么颜色?有什么变化? 有什么变化?你去第四版看着 第四版Exit加Carbony会出什么? Metal salt加Carbony加Water 好,你见到的是Sod,Water,Carbondar 哪一个最明显让你看到? Metal salt Metal salt是什么样的? 我也不知道,Water 那其实也很难看的,是不是? 所以最明显的应该看到,你猜是哪一种? 第一时间看到,一加下去,立即 究竟是立即看到Metal salt Metal salt,立即是Water 还是立即看到Carbondarosa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 其实你加的那种本来是Solid 是不是?我们不只是你有这个困难 我见到很多时候,开评的同学 回答这些题目,其实是学了的 但是很多时候,不明白一件事 但是,当去到用的时候 是拿不到出来用,又不知道要用 或者是有关的 所以,你看最开始那种Solid 两种都是Solid 加了一种Hydrochloric acid 一种好像水一样的透明的液体 不过是酸 那这种透明的液体 看下去的时候,其实 它就像一些水 所以它出来的水 和Metal salt都是溶在水 其实你看下去好像没有变 是不是? 唯一有一样的变化 就是CO2产生 知不知道会有什么东西看? 现在你看到我画的是什么? Colorless gas bubble 是的,所以最明显看到的 就是有Colorless gas的产生 知道吗? 但是另外那边Nitrate 不懂它 不懂有什么反应 暂时来说,从来没有见过的 你当它没有反应 你当它没有反应 因为如果要考虑有反应 那些是实教的 那没有反应 那些就当它没有反应 那没有反应 那所以呢,有没有不同? 我想问 如果一加Hydrochloric acid 下去这两种东西 你的observation有没有不同? 没有 卡文尼如果没有反应 如果卡文尼如果没有反应 有没有气出? 嗯 有没有气出? 但是卡文尼有没有气出? 有 有 有 那有没有分别? 有 有 所以你试一下画低它 其他同学都是画低它 很多时候我们没有了现场感 尤其是我们本来以为 做实验 但online没有实验 那你可以测试看看 那如果那一只是sodium carbonate 而且如果那一種是酸酸酸的話 你會發現一個就會有氣出 另外那個就沒有氣出 把兩樣東西放在一起去對一對 這個就是他們最大的觀察到的分別 明白嗎?它的差別就是一個有氣出一個沒有氣出 我們經常在想填格子 把那些格子放低,格子是方便 我看看有沒有格子填 沒有,沒有格子填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這件事 把它變回文字 所以有時候你們經常不開麥克風回答問題 我都不知道怎麼回答,不要緊的 最重要是出聲,我會引導你的 最重要是你肯出聲 其實我會慢慢引導你 如果你不懂,你懂就不用我引導 就像剛才那樣,把你腦裡的東西 我教你怎麼拿出來 所以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大律Hydrocorac 在這裏來說,讀CAM 當然你不一定要寫英文名的 所以你絕對是應該歡迎寫HCLQAQ 分別將這裏都加了這隻大律Hydrocorac 如果這隻就會adference 這隻就no observable change 你記得我每次見到這個字都說 adference其實意思沒有那麼豐富 所以最好就是give甚麼呢 就是colourless gas OK 就是這樣,答這個就好一點了 這個就不太好 因為 是甚麼 我想問,如果我寫colourless gas bubbles 寫colourless gas bubbles 都更好 因為colourless gas不一定有bubble bubble就是見到一個好像一個波仔 那你見到,現在你看看我這幅圖 你見到一個bubble 但現在你看看你周圍 周圍都是空氣的,都是氣體 你現在被空氣包圍 你們有沒有跟我不是被空氣包圍的 應該都是被colourless gas包圍 但你見不到bubble 因為沒有了一個液體的界面 去把那個界線見到那個bubble的樣子出來 所以加上這個bubble 其實更好的 但有時候公開試 有些同學沒有寫bubble 他寫到colourless gas 他都會被分的了 在公開試 你寫colourless gas就被分了 但如果我們向一個更好的進化 其實應該寫了三個英文字 就是colourless gas bubbles 就更好 寫了三個英文字 OK? 好,非常好 好,有沒有問題 其實我已經搞了鬧鐘 我們應該第二課進入了55分 我多等兩三分鐘才點名 好嗎? 我們再對這條 因為太早點名 他不算 好,接著第二個 就是 calcium chloride和 zinc chloride 這兩種,這次已經是solution溶了下水 他給你了 他不可以用frame test 那你怎麼分 其實你就要分到 calcium的 iron 和 zinc的 iron 是吧? 那答法都是呢 第一,就是加些什麼的 chemical 第二呢 就要說到observation的 difference 是吧? 所以都是這樣 好,剛才 我剛才不是很聽到是誰 可不可以告訴我 想回答問題 剛才是誰 Marco Marco 是4B B126號 26號 好 因為每次回答問題 我都有record 就是開麥克風說話 那些都有record 好 我想你可以up到整個完整答案給我聽 OK,我再給我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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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回答我這裡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 OK 我的答案呢 大率的sold them 好了 OK Until in excess 通常我現在聽到這些聲音不用怕 是鬧鐘響 可以轉心online 這樣就 又不可以超市 OK 好 好 那加這個了 這個就是1 加些什麼reagent Until in excess 看到是for each solution 是吧 有時候我們沒有了這些細節 是吧 有時候公開小說 add什麼他都算 但如果好一點 就告訴大家 甚至 isolution separately OK separately 這樣也是 好 接著就說 difference 剛才Marco 就說 Synchloride 就會 就會 在excess 那裡就會融 是吧 dissolve 是吧 那這裡就說得再詳細一點 開頭就有yppt 接著它會融 是吧 甚至再好一點 甚至再好一點 就說融回之後 to give colorless solution 是吧 當然最重要就是 那隻yppt 會融回 in excess 那裡 好 但是 calcium chloride 就是 yppt 就是 does not dissolve OK 所以我清一清 畫面 所以 calcium chloride 和synchloride 最大的地方 不同 就是一個是 does not dissolve 而 in excess 的 另外一個 就會 dissolve OK 那當然大家都會出yppt 這個東西一樣 但是有時候你不出yppt 那哪有得來 dissolve 當然有些同學說 我不說他中間出現過任何東西 去到最後一個 我試試畫他們的最後結果的分別 是吧 一個呢 就還有ppt 一個就沒有了ppt 還有ppt 那個就是calcium chloride 是吧 沒有ppt 那個呢 就應該是synchloride 是吧 再好一點呢 我 就是 我們要練習 現在我們用 現在在做第二步用 所以有時候都不要這麼沽寒 就是他都沒有叫我 是吧 那當然考試沒有叫你 不用做的 但是現在我們不是考試 我們做練習 其實我們可以練一下 寫equation 是吧 那你發現呢 Kalcium 為什麼會出ppt 其實就是願到synchloride 那這些一定醒目的寫 醒目的一定寫Ionic equation 那所以呢 我寫Ionic 是不是 這個就是vppt 好 另外一個呢 就是synchloride 就兩個hidrosite 就會變成synchloride 那這些呢 剛剛開始學很難背的 所以有得機會練的 儘量練多些 那將來練一下練一下背了呢 那你就 差不多 第二天考試前看兩下 就已經可以進去考試了 好 那接著 為什麼這個會用呢 就是這隻東西呢 加excess 多貼兩個 最後呢 產生 貼四個 還有四個 這隻東西 那就變二 這隻就用的 colourless 這隻就不用的 這隻不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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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交叉代表不用 當然可以寫fiscal state OK 那基本上是出現這一個裡面出這兩個 好 第二個方法呢 用frame test 打去交叉 先 為什麼打交叉呢 因為人家說要chemical test 那我說chemical test 不是chemical test 是fiscal test 所以呢 這裡所說的方法呢 就不成立了 不可以了 不可以用了 所以呢 如果人家那條題目裡面說 請你提供一個test 這個方法呢 按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可以了 沒有說chemical test 那如果test的話呢 就可以用frame test 跟著呢 就一個有break right frame 一個呢 我們很多時候不懂寫另外一個 你可以說 Dust not 或者 Give no characteristic frame color 按到可以了 OK 那還有沒有第三個方法呢 其實都有 如果你細心點看 你呢 你會 不是沒有了 ammonia不可以了 海頭想 是不是都可以了 ammonia不可以了 為什麼呢 因為 Kalcium 遇到這個東西 就沒有 就溶在水的 沒有PPT 而Synchloride 遇到這個東西 in excess的話 也是這個東西 會溶回來的 所以兩個都會溶 兩個都會是color solution in excess 這個ammonia的時候 所以呢 就不行了 沒有分別了 好 所以呢 基本上你們寫呢 就是寫這個就夠了 好 行不行 好 點名先了 我們 看看是不是 對了 我們要點名了 要不然會遲 提醒我看看 9點 8點 8點 5分鐘 希望 如果不然會遲 我會correct 你們 好 現在是第二堂 好 盡快 盡快 進去demand 好 好 當然 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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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们休息一分钟 继续,应该点完名 接着就是竭去笔记的第21版 我想最后介绍Drying Agent Drying Agent也有两个名字,他们有点分别 一个叫Hygroscopic, 一个叫Deliquidate Substance 什么叫Hygroscopic呢? 这里有个定义的 Hygroscopic Substance就是Can absorb water vapor from the air 原来它可以在空气周围里吸水 基本上吸水那些都是water vapor 它不是像一条毛巾那样吸水 而是它无端端在大气里抽些水 最经典的例子就是Concentrated Sulfuric Exit 不是Sulfuric Exit 是要Concentrated 你可以写下它 我简称Concentrated OCNC点 就是Concentrated的简称 X2SO4 然后这个是Liquid State 好像糖漿那样稠的 它不是AQ 里面有98%By Mask 就是只有2%水 只有2%水 所以很稠的 它是液体 这样它会在周围大气里面吸水 空气里面的水分 吸完吸完之后它会升高了 因为多了水 所以这些是Hegoscopic 那还有什么都会吸水 这些都知道 是Calcium Oxide 这个是Solid State 还有这个你都知道 就是Cuppal 2 Sulfate 这个Anhydrous 还有一个就是Silicon Gel 一会有机会给你看看Silicon Gel的方法 第一个Calcium Oxide吸水 其实我们是有学过的 在第四课的时候 这个是Quick Line Quick Line吸水 原来有化学反应 它跟水反应的时候 会产生KLC 产生KLC 另外第二个呢 刚刚刚写一个给你看的 我再写一次 就是Cuppal 2 Sulfate 原来它会黏五个水 本来是白色的 原来就会形成了Cuppal 2 Sulfate 多五个水 这个就会变成蓝色 这些呢 其实你识了 现在你看就会明白 Silicon Gel 就不太懂方法 一会儿我给你看看它的方法 OK 上网都很方便 OK 那Silicon Gel 其实很多时候都用的 你看到就是一粒粒珠 OK 那Silicon Gel 其实是透明的 很多时候呢 里面蓝色的原因 就加了一只我们很熟悉的 蓝色的珠仔 就是那只Dry的时候 是蓝色的Cuppal 2 Chloride 那你当它吸饱水之后 就会变成粉红色 那你就可以知道呢 你的Silicon Gel 究竟 还有没有用了 还吸到水 还是吸不到水 蓝色还是吸到水 变成粉红色 就已经吸饱水 就不行了 那不然你的 那如果Silicon Gel 其实是没有色的 本来是Colorless Gas 本来是Colorless Gas 你不知道可以吸不吸到水 OK 好 另外呢 就是介绍多一个名 叫Deliquid Center 那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如果它吸了水之后 那些水呢 竟然将它自己 由Solid State 就融了 就变成Solution的话 那我们呢 就给多一个名 叫Deliquid Center OK 那么它的中文名呢 就叫做潮解 潮解 潮解 就是好像春天潮湿 那样 就是它无端端 那奉场会出水的 是不是 就是将空气的水分 凝结了在那奉场 那裡 哇 奉场好像呢 哇 很噁心的嘛 在那里滴水啊 流水啊 那又不是用花纱灑去灑它 那呢 那有些chemical 好像是这样的 那看一看 那本来这种 它是sodium hydroxide 的固体 是一粒 白色的 solid 但是呢 它在空气里面呢 原来会吸水的 在空气里面呢 它就会吸收那些水分 那不止 吸完之后 不是固体 那它不像 前面这种 那这种 它吸了水分 本来是白色的固体 吸了水分 就是蓝色的固体 solid 变成solid 有很多chemical 呢 本来solid 吸完水之后 都是solid OK 那但是呢 这种不同 原来它吸完水之后呢 那种的sodium hydroxide 竟然将它吸回来的水 融进去 对不对 那你见到 这种水株 就是它吸回来的水 融进去 开始潮解 就开始浸水了 这种呢 我们给一个形容词 这种的chemical 竟然会吸完水 自己融掉的话 就好像这样的 本来solid 吸了空气的水之后 它就变成solution OK 通常都是colorless solution 那这种呢 我们就叫deliquid sensor OK 其实说真的 deliquid sensor 都吸回水 所以deliquid sensor 是包含 它自己都是highoscopic 的 对不对 所以deliquid sensor 那些东西呢 也都是highoscopic 但是highoscopic那些呢 就不一定deliquid sensor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用一个这样的 关系图 对不对 highoscopic那些呢 highoscopic那些是吸水的 但是如果吸了水之后 会融掉它自己的那些呢 就给它多个名字 就叫做deliquid sensor 就是highoscopic OK 这样就可以分辨 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很熟悉的 就是吸收大笔像在春天用 那种其实是什么呢 那种其实是calcium chloride 那本来有些白色的calcium chloride的固体呢 就在那个吸收大笔像那里 有没有留意当它吸收空气的水分的时候呢 它就吸了水了 那所以是highoscopic 不特止哦 那些水溶了之后 就看到一堂透明的solution AQ 那所以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deliquid sensor 很多时候 既然它deliquid sensor 有吸水呢 我们就一个字眼叫它了 就叫deliquid sensor 有点像alkali和base的关系 如果base溶到水 叫做alkali 那所以呢 就溶在水的base 就叫alkali 很多时候我们叫alkali 就算了 就不会说 它又是base 又是alkali 这样双重叫它 所以这个也是的 它既是deliquid sensor 又是highoscopic 很多时候我们叫个精细一点的名字 叫deliquid sensor 就代表了highoscopic 好 那其实它们有什么用呢 deliquid sensor 和highoscopic 它们都是会吸水的嘛 所以其实它们是一个很好的drying agent OK 那很多时候你的drying agent 就要有个setup 你怎么去dry gas 是不是 怎么dry gas 这些都是gas 所以你有第一个setup 第二个setup 第三个setup 都可以 那当然第一个setup 是用concentrated self-flex 那它就会bubble 那些气 经过concel吸水的了 那第二和第三个呢 都是类似的 都是一些固体 一些solid的吸湿剂 那你的solid一粒粒 很多空隙 那些气体就可以穿过去 是不是 那些solid那些呢 很多空隙 就可以穿过去 那穿过的过程 就被它吸入水了 OK 那你认识的 那你懂得的 有什么是液体 是用第一个setup 你认识的 只有一只 concentrated self-flexive 就一定是第一个setup 那你不要用第二第三个setup concentrated self-flexive 因为这些呢 就没有 蜜蜂呢 是你焗不到那些气 穿过到这些液体 所以一定是固体 所以第二和第三那些呢 就用固体 通常固体那些呢 就是anhydrous的 譬如是calcium chloride 那暂时就用这些 OK 那另外呢 有时在试镜室储存的东西 那我们有一个drybox 那叫desicator 留意是double c 中三呢 如果你记得我很喜欢考这个 所以你没理由不懂 不过你忘记了 那今天又背回去 那下面这个呢 就是製造一个drying agent 那你看到蓝色株子 其实就用了那些silicon gel 那silicon gel模式 这个蓝色 里面加了那些anhydrous的cobotl chloride 那些是蓝色的 那其实这些呢 除了吸水之外 更加重要呢 就是一个indicator 显示还有没有水 indicator of water 如果还可以吸水就是蓝色 吸饱水就是粉红色 那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加这些东西 去帮我们了 那你的chemical就放在上面那层 那下面那里就可以帮它吸水 那当下面的silicon 变成粉红色呢 那就是吸水了 那drying agent呢 就留意要小心 就是 其实它们都有些特性的 那我们发现呢 drying agent呢 如果我们想吸氧 这个是特别的 你跟我打五个星 第九那个 就是现在呢 专讲呢吸氧 那这一课里面呢 如果你揭回前面呢 我们有一个实验的图呢 是去预备ammonia的 就是第十五页 第十五页呢 第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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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就是它怎么做一个drying ammonia 你记得到图图上面有个drying agent 是不是 drying agent 那drying agent呢 它没有说的 那其实看回这里 这个drying agent呢 它说呢 不可以用 calcium chloride 和不可以用 concentrator 原来这两个东西呢 都会re-add with ammonia 的 ok 那第一个怎么re-add 呢 那不太懂的 那我写了给你 那它其实会黏四个ammonia呢 那就会变成 calcium chloride 第二个呢 你们也认识的 sulfanx是一只酸来的 它遇到ammonia 这只酸来的 这只酸来的 它遇到ammonia 会怎样呢 就会两个这个呢 就会产生了ammonium sulfi 这只酸来的 那又是呢 两只酸来的ammonia呢 都不被它吸走的 这只ammonia的气体 那你结果呢 就没有了这只气体 那你结果呢 就没有了这只气体 所以呢 这里介绍一只呢 是可以吸到水 但是又不会和ammonia react的 那你就记住这个例子 那所以第九、第十呢 是专为dryammonia服务 你记住它 这些厚误惺惺惺的 那天这么专要的例子 那所以calcium oxide呢 就留意了 calcium oxide其实有点减性的 所以呢 cannot for那些酸性气体 对了 譬如你最熟悉的 carbon dioxide gas sulfa dioxide gas 或者hcl的气体 hytren chloride 这些都会和calcium oxide反映的 我举个例子 是吧 calcium oxide加CO2 其实是会变成了 CACO3的 那也是 这种东西没有了 被吸走 那你想dry它 不是dry它 而是react了 毁灭了 那这些都是重要的反应 可以吗 好 那我回到这里 我们做完最后pact14.7了 14.7 啊 未做14.7之前和你对了第8条MC 今次我想清洗氧氧化,用什么去清洗呢? 我给一个提示,氧氧氧氧是酸性气体 第几货学,其实我们在第四货学 因为我们说过,雨水会产生氧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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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堅烂的Limestone可以变成一个洞或者烂了石 就是因为有酸性在大资源,有很多CO2和水 但是这里来讲学,我们就知道这个Carbonic Exit 其实就会脱H2O和Carbon 你知道了,这一课是14货学的 就是有水它就会脱H2O,这个反应叫做Ionization 由Monicule变成Ion 所以这种酸性的气体,用了水产生Carbonic Exit 酸性的气体就不可以用什么去吸收 不可以用碱性的Drying Agent,也不可以用Base的东西 因为这些都会与酸性的气体反应 所以现在是酸性气体 好,让你选一选,用哪一种呢? 先选了CHEMICAL 选了CHEMICAL才决定用哪一种 记得刚才说有1,2,3仲石,2和3仲石都是一样的 1仲石是可控制的 那究竟用哪一种方法可以处理到吸收CALCOXI呢? 好,先问人 来,猜猜,是否,好,有没有同学想回答? 好,有没有同学想答? 哦 是不是Marco? 是呀 好,Marco你答吧 我是选了A 答案是A的,答案不是A 不是A 不是A 主要为什么不是A呢?正常来说应该是A的 但是它的设置摆错了,所以这条题目很丰富 你看看,当CO2一直这样穿进来的时候 那CO2就会穿在这里 CO2 但是它没有位置让它走,因为它塞住了 它没有位置让它走 那结果呢,这里就会建立了一个pressure 是不是?这里建立了一个pressure 它就会 它就会 推动这种液体 这种透明的console 就会一变它 那出来的concentrated sulfure 就因此 就好像 有些东西一推它进去 就擠了 擠了这个console 结果你不是出气 而是出一种会腐蚀的液体 那么很危险的 所以呢,如果这个呢 如果我们这个是答案呢 你只需要把这里的长短脚 调回转 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 醒目呢 你揭回去 揭回去前面 第21页的那一半呢 你有没有留意呢 那只气体呢 那条长的管要浸到console 而出来的气体要短的 但是这次调转了 进去的气体那条管是短的 但是出来呢 是浸了 是长的浸到console 这些呢 就很危险了 一加热就会被里面的giant agent出来 所以呢 我应该是C的答案 是吗 你选C的 是吗 应该是C才对 就是想想 对了 对了 就是C了 OK 那为什么是C 第一个呢 chemical是对的 是不是 这两个 这两个chemical是错的 因为它简性会同酸反应 chemical呢 A和C都对的 OK 不是的 刚才说Kalcym chloride会吸引 小心了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打了五粒星呢 它是会跟ammonia反应 我们没有说过呢 它会跟CO2反应 是不是 我们只是说这一只会黏4个ammonia OK 但是没有说过会跟CO2 所以呢 chemical是可以的 OK 所以有时候呢 有些东西很难不记一概而论的 有时候不记我明明有说到的 但是做到这里呢 我们很多时候没有说那些呢 我们会帮它做下去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小心了 所以要平时做练习了 所以不要小看练习心还是潜 这些练习其实每一条都有意思 你最多做快一点的 要一次 有时候你trap了在哪一条 你就知道 原来有些位置我还没澄清的 这样可以澄清的 好 那另外呢 就是这个位置错 是不是 这些位置没什么所谓错的 是不是 固体一定是用youtube的chemical 给那种气体呢 里面很多那位呢 那种气体一定捐得过的 所以呢 但我就是试了 OK 所以你这样做完这条 把整个东西呢 真是用了 是不是 刚才呢 刚才就真的明白了 但原来不是很明白的 是不是 你真是做这个 那你明白了 用完这样 你就真的更加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车轮转呢 明白和用 这个位置很重要 好 不如我们做完这条 练习去吧 又是有两个 这次你看一下 有没有长短脚板 你刚才做过那个之后 你懂得看这些图 有没有摆错了呢 是不是 有没有用错chemical呢 是不是 这些没所谓错的 这些 这条图 没有所谓 一定是对的了 是不是 除非是液体 如果是固体 一定是对的 好 现在他问你 这两个设计 这两个设计 都是什么呢 were asked to try 这个东西 那 teacher就 comment 这两个设计 都是不恰当的 不适当的 那就是错的 就是wrong的 那你就会说到 它们wrong在哪里了 错在哪里 那不如找同学 我告诉你 第一个设计 和第二个设计 说到第一个设计 是用在水 嗯 用在水的 那 那 那怕它 它只有2%水 是不是 那应该 开头我给它用了 是不是 开头我给它用了 嘴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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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完了 那跟着就可以dry它 是不是 那所以 那个 只有2%水呢 说它有水用 它不成了 反而你看一下 我们慢慢来 我想问 concentrated sulfuricite 会不会去dry 这种气体 酸性不减性 酸性 酸性气体 对吗 这种气体 融入水是产生 high chocolate access 还不是酸性 对吗 好 这种酸性 你看看 用concentrated sulfuricite concentrated sulfuricite 其实酸性减性的类别 酸性吸酸性 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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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中 酸性 酸性 是酸性 然相比us 酸性 所以不但吸水,還會吸收你的酸 所以酸和酸、鹼和鹼是合當的 好嗎? 所以受Francis,這個化學物是否適合吸收酸性的Hydrochloride? 適合嗎? 適合 非常適合 好嗎? 是非常適合 好,所以問題不是化學物問題 那你說問題在哪裏? 倒轉了妝 對,倒轉了 好,所以我們看看如何說 問題是,我懂得說廣東話 英文如何說呢? 我們就這樣說 The end of delivery trip for the incoming guests 這個是入,這個是incoming的管 這個是outcoming 一個incoming,一個outcoming 這個incoming的gas 這個incoming的end for這個東西是above 在上面是不適合的 應該要怎樣呢? 它應該要浸下去的 所以這個incoming gas does not pass through the joint agent 结果怎样呢? 它就会谷了气压 接着就会变出那只corrosive的抗兽 那就是不恰当 所以多一个词去描述 你发现原来是delivery tip的N 你发现这里是有两条delivery tip 一个是入,一个是出 所以现在是入的 入的应该不应该above 应该是int true 如果别人叫你做correction 应该是int true的solution 不是above 好吗? 第二个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时间关系我快一点 因为我们还有几分钟 好,接着就另外一个就是用错chemical 因为calcium oxide是base 还记得通常那些methyl hydroxide methyl oxide 和ammonia 那些是base 如果溶在水的话 再给一个名字 它叫做alkly base的东西都是碱性的东西 那它就会和酸性反映 结果它会反映 不如我们写完反映的公式 calcium oxide 遇到hydrogen chloride 其实这个和这个 会变成calcium chloride 两个 然后这两个h 和一个o 就变成水 这个就是neutralization 出sort and water only neutralization 有些同学不太明白 有些同学不太明白 反映不好 读cam就是想反映 但是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里的目的是想dry 你的气体 所以你的气体不可以让它反映 它只是里面的水 被它吸了就可以了 你的xcl不要让它吸 不要反映 不要让它反映 不然你就什么都没有了 所以它的问题是 就是calcium oxide c cannot be used 因为它会re-add 那怎么反映呢? 我写完公式给你了 这条公式其实我们写过在前面 不过那时候就不是气体的 而是AEQ的 其实也是类似 接着呢 就draw一个suitable 所以你会发现挺有意思 这两版的笔记 其实顺便学习 就是如何去收集气体的setup 那这个setup就是怎么做的呢? setup就是这里 将它变成长 这里变成短 是不是? 长短脚 好像很花 你留意一下 其他东西一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背下了setup 另外一个就改了chemical 可以了 那XCL有什么chemical可以用呢? 这个一定要solid 所以你不可以用concentrated sulfate 不可以用concentrated sulfate 不可以 因为呢 如果你液体的concentrate 你很难打横 会漏到 打横的液体会漏到周围 很危险的 所以就要用固体 所以都要用固体的 这种是ammonia 不可以的 其他的酸性或者简性的气体 其实都可以 其实这个很适合 给酸性的气体用 你记住这个 这样就设定了 但如果考试给你选 那你看一下 你熟悉还是熟悉 好 那我想给你一些图 刚才我说的silicone gel silicone gel 其实就是橙色这个结构 原来是一个polymer 原来里面有SI 然后 给多一点 一分钟时间 它就会 和OH 这个和水 就会 原来会黏水的 所以 为什么可以 d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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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L2 这个是平时放在这个位置,吸了水后就会流下去 吸完水会溶回自己的deliquid symptoms 当然它也是higroscopic大类 而这个higroscopic大类里面再细分一点就会溶回自己的水 上面这个silicon gel吸完水不会溶,所以它只会叫higroscopic 就不可以用deliquid symptoms 这个字眼,可以吗? 因为是时间关系 下一堂我就会跟你说少少应用 还有花企完成,放下它 花企完成就是第23版 上次应该也有讲的 不过如果未完成就要完成了,就完成所有MC 好,我们临下镜头给我看一下大家 我们揮手说goodbye 好,goodbyeclass 拜拜 开镜头,大家说goodbye 好,那快点 拜拜 有东西可以留下问 如果没有东西可以过去旁边那堂 Mr,我想看看刚才的setup 好的 谢谢 是不是这个setup 是吗 是,有什么想问 不是,我纯粹还没画完 我给你参考一下 你能不能够时间过旁边那班 不是,现在小食 是,现在小食,每两堂都小食 是,那可以,你慢慢参考一下 好,你看 基本上和上面的幅图九成相似 只不过你认定长短脚如何放置 第二个设计是认定整个设计的一模一样 只不过那种化学物就由CALCMOXA改成Anhydrous Calcium Chloride 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吗? O Sir,我有个问题想问 好的,你问吧 就是第20版Practice 14.6 我有另一个答案,我不太知道可以吗? 好的,20版 我可以拍照给你看看吗? 你告诉我,你用什么? 例如Practice Practice 我也是用HCL 你用HCL 刚才不是用HCL吗? 是的,但我下面的解释不同 你解释是什么? 我没有写到GIFT CALCMOXA bubble 我写了它是GIFT CALCMOXA bubble 我写了它是GIFT CALCMOXA bubble That can turn like water and milk 嗯 然后下面就是No awesome watching OK,没问题 你只不过答多了 真的可以直接写它是Turn like water and milk 其实你写多了没有问题的 你是懂的 你其实说了一件事实出来 而那件事实对于这条题目有没有帮助呢? 其实没有什么帮助的 因为最重要 其实Light water turn milky 其实是想follow up那只气体 是不是CO2 是不是CO2 那是不是CO2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位置 因为其实最重要是出Colorless gas Colorless gas bubble 所以一个有一个没有 其实缘在那个位置 已经达到目标 就是你分到那两只chemical 只不过说我不但分到chemical 我还知道出来的那只气体是CO2 那没有理由写多了一些东西 那样东西又不是错 我们不应该扣你分的 在公开试的角度来说 明白吗? 即是去年都是写的 Deck and Turn Line 我看Yuki 即是去年学HCL 去年不同 去年呢 去年呢 我们不是去分辨的东西 这条问题有意思 我终于明白 但去年都有些练习是要分辨的 虽然去年主要是Meggrain Test 有些不同 这次呢 就是有两只东西 你分到这两只东西 哪个打哪个就可以了 但是呢 去年呢 就不是随便两只东西 而去年呢 是说 我要知道那只是不是Kalcium Carbonate 是这一只东西 你明白吗? 所以呢 Kalcium Carbonate 如果你写到去年呢 我们没有第二只东西 跟它分开 只是说 现在我给你一只白色粉末 你告诉我 怎样证实Kalcium Carbonate 所以呢 它要说它的独特性 第一 要用frame test 看到它有break graph frame Kalcium 第二 如何测试Carbonate 你就要加HCL 去产生气体 跟着要确定那只是CO2 所以一定要推上推的方法 就一定要加lite water turn milky 跟着是CO2 跟着你就可以推上推了 CO2 为什么呢? 因为卡本尼加酸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只是卡本尼加酸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那只是卡本尼加酸 跟着又合回Kalcium 所以那个呢 那个的作用 测试是更大 更加准确 就是不只是分到A和B两个分别 而是说我不但只知道A和B 我还知道 今次不同的 今次是 阿Marco抄完了吧? 他走了 他走了 好 所以我去这边 今次呢 其实是去分辨 是CO2 和CO2 的分辨 所以你纯粹知道 它加酸会炸起泡 你不知道它是不是Kalcium 你没有踩进去再去做的 你明白吗? 所以你纯粹分到卡本尼就算了 但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都不会出气的 是不是? 它又没有叫我解释 所以基本上呢 我不需要follow up那只气体 是不是CO2 明白吗? 因为有时候有个固体加酸出气 不一定是卡本尼加酸的 有什么固体加酸都可以出气的 是Kalcium Kalcium 对 还有呢? 都是我们学习的 就是Metal Metal加酸会出气 Kalcium 是吗? 当然是不会露乱的 Metal Shiny Silver 是吗? 那些Kalcium Kalcium 那些Ionic compound 全部都是白色固体 是吗? 是对 其实 纯粹看一看都知道是不是金属 看它是不是shiny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无知一点去想 就是不一定固体出气 就一定是Carbonate 可能Metal固体 是不是? 如果是Silverly 会出氢气的 所以如果要继续 那些气体是否是Carbonate Oxine 它就要 所以如果我想知道 那些化合物 里面实际是什么 我们就要做你那个复杂的 要推上推 要用Line Water Milk 否则就不需要了 好吗? 好 停在这里了 因为你都要过去隔壁班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Part 2 我没有写到re-resolve 但是我写了 Kalcium Core 最终Until Assess 是Give White Preciper 但是Sync Core 是Give Cadillus Solution 是不是20版? 是 Part B B 你说加什么? 加到Sodium Hydrosa 加到Access 的时候 Kalcium Core 就被White PPT 但是Sync Core 就被Cutadus Solution 是 就是这样 就没有写到什么re-resolve 和 does not re-resolve 都可以 都可以 因为都是它的分别 是吗? 就是直接跳到Access 之后 就是中间的过程 是 因为有时候你加东西 其实那个动作是加东西 有时候你都不太知道 它是否在Access 是不是? 是否说真的? 就是有时候你都不太知道 我在Access 你只有再加再加再加 是吗? 加也没有什么进展 那你 我知道了 在Access 你明白吗?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纯粹单纯地加 就像你这样 就是加完大量之后 它究竟有没有YPT留下 如果有的就是Calcium Core 没有的就是Sync Core 其实都接受了 就是写的数据差别就可以了 是的 明白吗? 那其实这样才是合理的 是吗? 我们不是它那条 兔里面那条虫 因为我谁知道一定要答YPPT 接着用回 其实你那个答案 和我给的答案 其实都是殊途同归 就是去到最后 还有没有YPPT 是不是说真的?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OK? 好 那先回答你这边 原来我都想跟着这边 OK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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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啊 我